秋意见农又是一年吃火锅的季节 今天我们来吃一个愣牛肉火锅 牛肉清洗干净过后来给它切一下 咱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切牛肉的时候 硬着纹路切 吃的时候才不卡牙齿 再来准备上各种各样自己喜欢吃的配菜 火嘴糖 白菜 豆皮 接下来开始打锅底 明阳火锅底料来上一块 姜葱蒜 四川老子里两勺 加入四到五斤的水 烧开过后就可以涮菜了 火锅想要煮出来正宗地道好吃 火锅底料就非常的重要了 今天我用的这一款是明阳高端的 手工全能型火锅底料 吃火锅就像我这样子 来上一包或者是半包加水烧开 就能够煮出火锅底一门一样的味道 地道的川味麻辣 最主要的一点它是手工全能型的 平时咱们炒菜烧菜 只要切辣包一斤就进去 整张菜的香味和口感都会提升很多 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厨房里面做菜必备的一个调料 明阳理料超市面外的非常贵 像这样的大方砖一包一般是30多块钱 咱们现在搞活动 三包450克大方砖 到手只要59块8 海包有特别的划算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告一哈 打一个香油碟蒜末 冲发 香菜 蚝油 火锅香油 牛肉麻一点盐 鸡精 蚝油 胡椒粉 花雕酒 下手先给它麻转麻转的 少许的水 打一个鸡蛋 这样子麻出来牛肉它才够嫩够爽滑 最后来一点点粉 烧开锅蒜菜 等一会牛肉就边吃边涮 再涮一点嫩牛肉 牛肉的话基本上烫一下就可以吃了 这个嫩牛肉 你这个猪啊 吃完这个猪 然后这个莲藕这些也是可以烫一下就可以吃的 要蘸一下 我要吃牛肉了 嫩 这个牛肉 牛肉又没有脂肪 并且蛋白质特别的高 嗯 可以啊 多吃牛肉 牛肉 牛肉 羊肉 鱼肉 都是高蛋白质脂肪 好吃 我的豆腐皮 来 牛肉 爸爸走了 哎 这不是豆腐吗 反正我儿子在外面吃的火锅 我们都好多年没去外面 不是也不是好多年吧 反正很久很久了我也不知道 好 好